家人們下午好 下午要跟家人們來分享一顆 新疆和田羊枝白玉原生皮的一個 毒子的一個原始指料 家人們可以看到局部有水返沙的結構 在這裡我們要再跟家人們說一下 所謂的水返沙 原來是在河裡面當中形成的一個指料 因為河流的乾涸以及河流的沖刷 然後料子被沖到河灘上 然後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它才會形成水返沙的痕跡跟特徵 然後呢可能又會再受到沖刷跟滾動 又流到這個河裡面 然後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形成這個皮色 家人們可以看到這裡稍微帶一點點黑色的皮 因為紫料首先覆蓋的是一層白皮 白皮這個不是棉 這個是紫料結構當中的一個白皮紫 白皮紫 那麼在今年累月在河床裡面滾動 然後就會形成它的皮色 那麼家人們現在看到的這顆料子 是一個特色料 特色料 因為它這個白皮的分布的結構 有點類似像那個蟲卵 蟲卵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個獅子 獅子的那個或者是那個蟾 我們養的那個蟾 土屍之後所產下的那個 蟲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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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特殊的这种结构 然后这里家人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撞击坑 撞击坑 这个是在 资料在形成过程当中 在河里面滚动 被撞击下来的一个 一个这个痕迹 所形成的这个撞击坑 那么整个料子非常的油润 非常的油润 家人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白皮的这种结构 白皮的这种结构 这个是一颗非常非常开门 料子非常细腻 非常油润 白度也不错的一个特色料 一个特色料 那么有喜欢光白纸 光白纸 因为有些家人比较喜欢白玉的这个光白纸 那有喜欢光白纸的家人们 可以来选择这颗料子 因为整个料子也比较饱满 比较饱满 比较油润 尤其是在价格方面 我们给到家人非常非常实惠 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那在今天 纸料的这个资源越来越稀缺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坚持 坚持不给家人们涨价 价格还是在一个比较实惠的一个阶段 那家人们如果有喜欢的料子 一定要把握这个良机 一定要把握这个良机 因为有时候趋势 如果突然发生转变了 价格 纸料的价格一旦猛涨 一旦猛涨 加上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那么家人想要再 以很少的这个价钱 买到合适的料子 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问题 想要跟长生格来沟通的 可以透过这个微信 或者是雅虎的雅虎通 来跟我们联系 来跟我们联系 非常非常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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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